Morning,Morning,我是斐济的Daniel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在上个月的时候 中国最牛最牛的人,马云先生 来到了斐济,他来干嘛呢? 有很多人说他是在这里来购买大量的岛屿 实际上这个信息我觉得不靠谱 为什么呢?其实斐济的岛屿 大部分都已经被卖给更加富有的外国人了 就是那些白人实际上在斐济买了很多 包括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最牛叉最牛叉的这个比尔盖茨 他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在这里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屿 当然这个岛屿的话普通人是不能去的 这个是预计已经预定了三四年以后了 而且是有头有脸的人才能预定 一般的人就算你给钱也预定不了 但这个是今天我们说的话外题了 今天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呢? 给大家看一看有一个岛屿 有一个无人岛要出售了 当然我现在先带大家在这个网上 这个地图上先找到这个岛屿的位置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了我现在呢已经打开了我的这个电脑 进入了我这个在线地图 我首先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入了这个岛的名字 叫La Rola 当然我的发音并不准确 它的全评是N-A-R-A-R-A 大家看到了它这个呢就是斐济的主岛 在它这个左上角啊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岛屿的位置 那我来看一看这个岛屿的这个信息啊 这个岛屿呢是位于这个斐济 南迪西北的75公里的一个岛 它这个岛呢是完全没有开发的 它是99年的这个酋长地啊 主要用于这个酒店 当然来过斐济的人都知道 这个整个斐济的主要的这个 收入就是旅游啊 所以说斐济也希望把这些岛屿呢 全部开发成酒店 可以解决当地人的一个就业的问题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 这个亚萨瓦群岛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小岛组成的一个群岛啊 这个呢这个上面呢也有很多这个酒店啊 大家能看到凡是这个叼粉红色的这个点 都是酒店啊 这个位置处的位置也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来看啊 这个岛的旁边全是酸胡椒啊 来过斐济的人呢肯定都是去过这个亚萨瓦群岛啊 亚萨瓦群岛呢是位于这个斐济主岛的一个西北部啊 四周呢都围绕着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酸胡椒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潜点 所以说这个岛域的话 从这个地图上来看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 当然这个岛漂亮 这个岛的价格也漂亮啊 它的售价目前标的是三千五百万斐济币啊 折合人民币一个多亿啊 现在目前的汇率是1比3.15 就是人民币对这个斐济币啊 当然斐济币比人民币贵啊 所以说价值是一点几个亿啊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全世界啊 这个岛屿是越来越少了 能在斐济买到这样的岛的话 我估计再过十年应该就是再也买不到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 说实话一点也不贵啊 好了大家刚才看完这段视频啊 应该也跟我一样 基本了解这个岛屿的这个情况了啊 这个卖岛的这个信息呢 是来自于我一个华人的一个本地群 后来呢我拿着这个信息呢 也反复的这个核实的这个信息 确实是真实的 因为呢现在斐济这个经济呢 确实是不太好 所以说不仅仅是岛屿啊 还有很多土地在出售 斐济什么东西都不多 但是土地真的是很多 不过这个岛屿的话 就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原因呢是因为 大部分位置比较好的岛 都在几十年前啊 就已经卖掉了 所以说这次我看到这个岛屿信息的时候 我都觉得还是挺新奇的 所以赶紧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但如果说是看我这个视频 恰好遇到一个富人 你可以来具体的了解这个岛的信息 我呢对这个岛的信息呢 不是特别的详细啊 好了 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如果说是对斐济有任何喜欢 有对斐济任何想了解的信息 都可以来咨询我 我是斐济的Daniel 摩尔 摩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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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